打這球給過來 再進去有些衝撞 打頭 還是決定往前 防守意識是相當的積極 身材仍然具有極大的一個進攻 跟影響力 哇 結果這一下呢 在後場第一線 場多的一個選手 轉移 最後是到了底角來投3分 這次的出球比較短 哇 但是第二波直接殺進來了 是蠻吃虧的 因為如果對方打短球跳到同方向 最後的結果就是這個樣子 又下來做一些前場加壓 會有的時候呢 聊你兩個後衛 這個可能有時候對中路隊是有必要 其實還蠻兇的 哇 但在運球賽還是要注意 特別在第一線這一邊 林敏勝也知道 畢竟他對決的對象是郭艾倫 前面第一波已經守得蠻好的 對孫思耀以小博 大家一直想做這種假投擾的動作 沒有太多的作用 周琦就是也不跳 做干擾 大家要把握機會 在對手藍底下禁區 周琦還沒有回防 進區裡面 這個獨守 這個 周琦啊 目前為止 沒有讓周琦完全發狂 是 那王哲林也沒有真的在禁區裡 占到太多的便宜 所以你知道中華隊在禁區 年輕的小朋友們 因為你自己的移動的速度 比對方快很多 哇 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 明顯的這種推人啊 或揮拳的動作做出評判的話 你必須要去了解自己的能力 橫度非常的足夠啊 身體爆發力也很好 對面的失誤是比較多 哇 這一回比較可惜 在中華隊的幾位沒在浪的 我還先拿到 哇 後面還有隊友 繼續再回到69 他這邊左右左邊 對著再來一顆 而且可能自己也沒有 預測到這一點 直接在碰桌上吃虧啊 中國他們在3分的 密終於是稍微的偏低 打這一顆3分4 3 我覺得對方可能對於 林秉勝的習性 還沒有抓得特別的清楚 可以有一個23指左右的3分跳投 我覺得這幾樣東西 可能對他的了解度都是 不是十分的清楚 那所以周俊山教練在賽前 所點名的兩位 今天第二節都有精采的發揮 上來幫忙擋一波 最後選擇在周俊山跳投 哇 所以你這種出其不移的全場防守 可能讓中華隊吃虧一兩次而已啊 哇 感覺起來像是打HPL冠軍賽 沒錯這樣比賽不得了 然後後面再一次的跟進 那又下一進去 不斷來考 又來了 那現在又是一次 這個擋人沒事嗎 那比賽繼續來 又是切入 那另外籃板球 再進入到第三節 也想不太到了 那又是直接來挑戰到籃底下 那對手呢 時間所剩不多 哇 這這個炸彈也拆得掉 那也滴到防線 斷掉之後馬上發動快攻 不過 郭艾倫這個外線跳投 也是在下半場 你極少看到的 一些中國隊的外圍投射攻擊啊 現在中華隊的陣容裡面 真的沒有足夠的人手啊 不過真正可以擋住一個214 過來幫忙啊 打又是一次 到這邊就是在切入之後 該怎麼打 是由他來選啊 哇 在這顆三分的 但是他是來自於新疆的一個球員 身體素質真的還滿好的 謝謝 謝謝